现在的车位修的是越来越窄 你看看 基本上根本就下不来 我都不知道要怎么出 很多朋友开车的时候 一到现在的车位越来越窄 一不注意咱们的车漆可能就刮了 那么一到咱们的特别窄的车位 我们应该如何行车呢 只要记住一句话 新手也能快速上手 首先是倒车入库 非常简单 顺着车位线往前开 当后视镜和车位裤脚对击时 就把方向盘往反方向打死 往前开 在后视镜中看到要停车位的裤脚时 把我们的方向盘往左打死 往后倒 这样车子很顺利的就停好了 然后是侧方停车 也很简单 顺着车位线往前开 和旁边的车保持50厘米 当后视镜和旁边车辆对击后 就把我们的方向盘往右打死 盯住左边后视镜 往后倒 当看见后面车辆前部露出来时 我们就可以回这方向盘 然后盯住右边后视镜 往后倒车 当我们的门把手和马路交叉时 方向盘往左打死 继续往后退 这样我们一把就把车位停好了 最后是斜线停车 顺着车位线往前开 当我们的后视镜和旁边车裤脚对齐时 我们的方向盘往右打满 往前开 然后盯着我们的后视镜 当看到车身和车位线平行时 我们就可以回正方向盘 往后倒 这样就能一把入库 完美 怎么样 你学会了吗 看完不练 等一百看 赶快去练习一下吧